献民着世见父 着想着世见父 不出轮回 该逼的虽种善根 但贪人听福报 不能理想 不求福会 不求福的智慧 只有福的智慧 能真正帮助我们 聊生死出三截 出福的智慧都不可能 世间大胜大血 他引导我们的是天父 欲接天 色接天 无色接天 都没有能够超越轮回 底下这一句 引用佛话 佛话来说 故不能出三截老狱 欲戒四截 无色戒 统统是老狱 你没出去 得报之时 一切丰足 你得报的时候 你在人间得大富大贵 人间富贵到极处 就是帝王 所以说 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人间富贵之极 到顶点 比这个福报大的 那是天王 天王等级有很多 中国人常讲的玉皇大帝 那是玉界第二层天 第一层四皇天 第二层是陶礼天 玉皇大帝是陶礼天主 再望上去 夜幕天 斗率天 弥勒菩萨主斗率天 化落天 他化自在天 这是玉界 就是财色明石碎 这五种玉没断 越往上去 越淡薄 但是它没断 如果要是断了 断了就超越玉界了 到色界去了 所以色界十八层天 色界里头没有玉 财色明石碎 都没有 色界天 不要吃饭 色界天 人不会睡觉 这五样的都没有了 他不要财 他不要色 他不要明 他不要吃 他不要睡觉 这个快乐 我们在这个世界 这五种事情太苦了 没办法摆脱掉 色界天 人摆脱掉了 但是他还有身 他还有居住的功底 他身体健康 他身体健康 长寿 他不会生病 不但不生病 他也不会衰老 为什么 他没有往你 他的衰老 只是一刹那 什么时候 他寿命快中的 大概前七天 摔老的样子 现前了 一看到摔像现前 他的寿命就到了 那是他最苦的事情 所以他一生苦 也不过就几天 除那几天之外 他不知道有苦 所以最高级的凡夫 他不要身体 那有身体有麻烦 累赘 不要身体 无色界天 我们通常称他做灵界 他没有肉身 他还制作了个灵生活 所以他还是用过指 不用过 他不要身体 他知道身体不生活 灵生活 我们讲灵魂 他要是觉悟了呢 那就叫灵性 迷惑还有执着 就叫灵魂 其实他不灵 觉悟就灵了 不觉悟不灵 这是大臣经里面 跟我们讲的一般状况 那么一切丰富足 是战享世路 富惊环度 后患无求 莫和这句话 很重要啊 真的是 真的是 后患无求 为什么呢 生生世世 冤冤相报 没完美 没完美了 在六道里就搞这些事情 每一天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是跟众生的戒运 佛门里面讲戒运 有善运 有我运 运运相报 生生世世 没完美了 这个都麻烦了 这都可怕了 所以 佛经 一定堕落 在三我道里面呢 最近了 一定往上升 地狱 升到恶鬼 恶鬼 升到畜生 畜生 又会回到人道来 他往上升 罪 灭尽了 就上升了 在上面的 他想福嘛 佛报想尽了 一定往下坠落 六道里面 就是搞六八戏 你要看穿了之后 你会讨厌了 不想再搞了 我 wij上车 乱 之后 next 行 八戏